好 这个疫情呢 造成寿风箱的观光业者惨淡经营 寿风箱民代表就指出了 趁着疫情趋缓的时候 寿风箱应该要联合观光产业强打安心旅游的活动 来吸引团客 散客放心来玩 才能维持观光的动能 交通部信冲冲 短出振兴观光补助2.0 出团旅游最高补助3万 自由行补助一人一晚住宿最多1300元 但眼下着急的观光业 旅游靠的是人 现在客人找不到就无法活下去 我希望观光旅游处 观光业者 民宿业者 结合灾情 给我们全国的百姓 都知道我们松香旅游的一个景点 带动地方的环荣 这是我急迫性的恳求 我们相关单位能重视我们松香的发展 国内疫情发烫 冲击最大的观光旅游业者 咬牙苦撑 业者表示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 在淡季时间来到花莲进行旅游 以不同的方式来促销国旅 才能够达到维持观光产业的目的 我们其实更希望补助措施 这些预算可以用在9月10月11月 因为在台湾7、8月是旅游的旺季 一定客人的量一定会有 但是9、10、11月份 这次往年我们在国旅是比较淡的 如果那时候可以有补助 可以刺激一些 譬如说英法族他们预算 比较不够的人 那他们可以这时候想要出来 就可以比较低的预算就可以出来 或者是说9、11月份 本来就是没有想要来晚的人 那政府有这样的补助措施 他们会想说 嗯 就排个多住一个晚上在花莲 就是可以本来是说 政府如果没有补助 他们只留个一个晚上 可是有补助 他们可以变成三天两夜 多住一个晚上 或是本来只来住两个晚上的人 可以多留一个晚上三个晚上 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 能够把这个后面的日期 淡的日期有这个补助 冲高我们的住房率 在防疫的政策趋缓之下 还有许多民众 以自由行的形态来到花莲旅游 如何在防疫政策下 为花莲的观光产业命脉 注入活水 考验着相关单位的执行方针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